来看一下,我手里面拿着个番茄叶子 边缘出现胶枯 这是什么样一个病害 某一看就像晚一病 或者是像夜未病 这个症状有点类似于这样的 但实际上不是 它是一个因为缺甲造成的一个缺素病症 而不是一个病菌的病症 为什么这样去说呢 因为这两天呢 我们在调试一个番茄湿肥的一个配方 甲元素不够的时候 我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同时呢 这两天有朋友给我发信息 然后图片以后看到 它的番茄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时胖胆也是因为缺甲 所以说大家再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种番茄啊 如果你这个施肥不科学的情况下 很容易造成缺甲 番茄在缺甲上啊 一般表现的就是老叶出现这个叶炎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 可能就是出现一个黄点 严重的情况下这个叶炎呢 边缘就开始出现胶枯了 因为甲元素在这个植物体内 是可以相互移动的 然后番茄呢 包括一些其他作物啊 它都具有顶端生长的优势 当你这个作物啊 体内啊包括根系 吸收不到足够的一些甲元素 在里面的情况下呢 然后它会优先供应这个生长点 那个甲元素的补充 会把老叶上啊 老脂上面的甲元素啊 调配到这个生长点上去 就导致你这个老叶上面 这个缺陷就比较严重了啊 变现种胶枯啊或者黄点啊 这种情况啊 这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配方不可学 因为很多种植物呢 在这个发现实肥这些话啊 对甲元素啊重视度不够 正常的带领甲 带领元素这些话 实肥配比呢 一般就是按1比0.4 0.5比2到2.5啊 这样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你甲元素呢 至少要比单元素高一倍 还要多啊 你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平衡是非的情况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 甲元素不够的情况下 一个是影响你的蓬果啊 蓬不起来 第二个影响品质 第三个呢 就是甲元素缺的更厉害的情况下 出现啊 这个叶片啊 黄点啊 边界发酵啊 这种情况 所以说呢 我们在中方形的时候 一定要注重甲元素 它的一个合理的使用